北京时间8月21日,中国南狼金迎来亚运会小组在首战,对手是实力不足的菲律兵队,作为亚洲南谈当仍不让的霸主。 在过去十一届亚运会上,中国队曾十次战胜领奖台,七次登顶夺冠,堪称是亚运会的超级巨无霸,不过,即便强如中国队,在过去四十余年里,我们还是有过输球的记录。 十一届大赛上,我们输掉了六场球,十一届大赛只输过六场球,而且,这其中还有四场是来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,以及2014年人穿亚运会上的。 换句话说,除了这两届大赛吧,在其余九届大赛上,中国队即使只输掉两场球,也都是在决赛中输球。 在南南亚运会史上,首次战胜中国队的球队是谁?或许,有人会认为是太极湖韩国队,亦或者是日本队。 不过,事实上,在亚运会史上,首次战胜中国队的球队是菲律宾,在1974年第七届亚运会上,中国队以86比91不敌菲律宾。 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上吞下的首场败仗,而除了菲律宾以外,在亚运会上,还有三支球队战胜过中国队。 比如说,在上届人穿亚运会上,伊朗和日本队就分别战胜过中国队,在复赛阶段,中国队先是以72比79不敌日本队,亚运会首次输给日本队,也是难来一段历史首战日本队。 而后,他们又以57比67不敌伊朗,遭遇两连百的同时,还无缘四强。 当然,在亚运会历史上,赢过我们次数最多的还是要属于韩国队。 作为男篮过去数年里的老对手,韩国队在亚警赛和亚运会上都曾多次击败过我们。 1974年亚运会,他们就曾以119比114战胜过中国队,而后在1982年和2002年,韩国队又两次击败过中国队,成为了亚运会时尚击败中国队。 此数最多的球队,没有之一。